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两个宗教了解甚微的人来看 表面上似乎很相似 是什么秘密呢?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关系千丝万缕 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源泉都是一个 是清真的阿拉 两者先后相隔六个世纪 公元610年 先知莫罕默德天启 但是基督教受到严重篡改 为了符合牧师和僧侣们的私欲 以便达到他们完全控制基督教追随者们 任由他们摆布 近代的基督教研究人员确实承认这一点 《大不列天百科全书》中诠释到 各种不同版本的圣经有成千上万的矛盾 四部圣经分别为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 还有好多连基督教徒自己都不认可的其他圣经 至于伊斯兰 阿拉则保护了其唯一的经典 古兰免遭任何篡改 所以 我们手中的经文也是1400多年前 阿拉所降世的经文 这点 所有穆斯林都认可 无一例外 伊斯兰自被肇事于世人以来 虽有敌人无数 但14个世纪以来 任何人都未能拿出一样证据 说明古兰经文有冲突或被篡改 在每一个历史阶段 被派遣适合该阶段的人类的使者 实属阿拉的明哲 人类历史好比婴儿 孤孤坠地 然后茁壮成长 而后进入学习阶段 幼儿园 小学 中学 直到最后的学习结束阶段 这就是一种被保护的无可更改的模式 适合当时和以后的各个时代 除非是人为的恶意篡改 更不会和世界上世世代代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发生冲突 历法区别 伊斯兰是注重实践的宗教 会告诉你睡觉时做什么 苏醒时做什么 紧张时该如何 闲暇时又该如何 甚至告诉你大小便后如何清洁 还有商贸公司里怎样为人处事 如何与妻子相处等等 所以说它不仅仅限于宗教公修 更是一套完整的生活方式 伊斯兰的法律适合于每个时代和地区 因此我们发现中国国内和国外 每年有好几千人选择了伊斯兰 因为身处21世纪的他们 仍从伊斯兰中找到了迷茫式的指引 和各种疑惑的症结 至于当今被篡改的基督教 大部分则是一些精神方面的嘱托 很少对信奉者的生活进行明确的指导 尤其是在行为和交际方面 其原则就是属于上帝的请交付于上帝 属于牧师的请交付于牧师 伊斯兰则是一个现实性的宗教 它不会命令你把右脸颊 给予扇你左耳光的人 而是命令你要采取保护措施 防范措施 要从伊斯兰原则出发 按实际情况待人待事 穆斯林认为阿拉是宇宙的创造者 他独一无偶 而基督徒认为神还有子 而这个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类似的各种人为观念 将神降低到人的地位 甚至降低到人类当中的弱败者的地位 还好 现在网络如此发达 我可以邀请您来了解伊斯兰教 了解伊斯兰和其他宗教立法层面本质的区别 如果您真心想了解您的造物主 那他定会引导您的 尊贵的古兰 请了解伊斯兰 请了解伊斯兰 请了解伊斯兰